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鼠标的点击事件怎么来玩 现在有个这样的需求 我想做一个把手 在我们的Learning Kit Assets的Props里面有一个Levels Level A 有个门把手 然后有个基座 我希望这个门边上装一个把手 当我用鼠标点击的时候 这个把手就会往上或者是往下 看看这个怎么来实现 同样的方式 我们需要将这个两个组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来创建一个难图 好 来创建一个难图 Actor取名字叫做BP 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这个GateLevel GateLevel 好 进去 我们把刚刚那两个东西加进来 刚刚那两个东西加进来 这两个东西 好 加进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动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锚点 这个把手的锚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只需要我对它进行旋转 看到没有 就可以来控制这个把手 好 想想看怎么来呢 首先我们需要做一个Timeline 让它做个时间轴 让它从上转到下 然后再要下转到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功能来实现 先把这一部分功能来实现 添加一个时间轴 然后这个时间轴 我们来一个浮点数 浮点数 添加两个关键帧 一个是0秒的时候为0 然后大概花个0.5秒 0.5秒就能够转好 转好就是1 好 0到1的一个轴 我们把这个名 这个改一下 它的名称 按一下F2 好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叫差值的东西 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进行什么呢 来差值的旋转体 差值旋转体 来旋转什么东西 旋转我们的这一个门把手 还记得差值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0和1 0%的时候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50%的时候 就是A到B的一半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想设置门把手的旋转 场景旋转 相对旋转也行 把它连起来 update 我们暂时先让这个时间轴 让它自动循环和使用最后关键 让它循环起来 让它自动往上下来滑动 我们看看有没有实现 另外这个什么轴旋转的多少度 我们来看一下到四口里面 选择这个东西 x轴转吗 不对 x x轴转吗 不是x轴转 取消掉 y轴吗 对 是x轴 刚刚我们选是y轴 应该是让它的x轴转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场景旋转 我换一下 换成这个叫做相对旋转 为什么要用相对旋转 是因为相对于这一个 相对于我们的这一个场景组件来进行旋转 要不然如果你丢在场景里面 它会转错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x轴从多少度转到多少度 它的关的状态 我们让它是 我们往下面是关的状态 47点 我们就用47度 47度 然后开的状态 就是到负的47度 负47度 负47度 然后便宜保存一下 把我们的这一个门把手 刚刚做的这个门把手 丢到这个场景里面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旋转一下 打开这个东西 打开这个旗 拿出来一点点 放这个位置 好 点运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东西会不会 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在动起来 对不对 但是我不需要它自动动 我们需要什么 通过来鼠标点击来进行 来动 看一下怎么来鼠标点击的功能 我们需要做一个步骤就是在我们的人物栏图里面来打开一个功能 找到 开始 事件开始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显示鼠标光标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部分暂时往后面拖一点点腾出一片空间 仍然是玩家控制器 我们需要enable一个东西 叫做鼠标的点击 enable click 看到没有 允许点击事件和允许这个touch event 如果你是手游的话呢 就是要把这个touch event设置好 所以我们设置 设置 启用点击事件 然后启用这一个触控事件 我们把这两个打开 这样子就可以来进行点击了 或者是屏幕的这个触控 好 点编译保存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门里面 回到我们的门里面这个时候 随便选择门把手 或者是门的这个底座 我们点右键 添加一个事件 或者是往底下也行 叫什么呢 叫点击时on click 这个时候当你鼠标点击的时候 就会执行这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干嘛呢 就是切换我们的这个门把手 切换我们的门把手 好 我们来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节点 叫做什么呢 叫flip flop flip flop 这个名字 你可以 它没有中 通过输入flip flop 它就是进行AB之间的切换 如果 点第一次点的时候 就是开 再点的就是关 关 好 你看这个时间轴 可以从正向播放 也可以反向播放 reverse from end 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自动播放循环全部给关了 关了 把这个也可以 这个可以留着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触发这个点击事件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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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看到 好 现在呢 这个鼠标点击事件呢 就完成了啊 可以控制这个门的把手了 轻松 For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